请收看 汇律法师 博学讲座 修行辅导的人 你要一定要记住 无真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 要尽量地宽恕众神 忍入 这个忍入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 否则忍不下来 神明神 阿弥陀佛 我们的心 以怀疑 祝福神 阿弥陀佛 祝福神 阿弥陀佛 我们的心 以怀疑 祝福神 阿弥陀佛 祝福神 阿弥陀佛 祝福神 阿弥陀佛 欢迎你 再年轻我离 欢迎你 来信赏我离 我可思想 照了你 心痛快乐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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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痛快乐 心痛快乐 大会贵宾 五级芝麻区医员 王家伟博士 各位珠山长老 各位法师 各位嘉宾 各位居士 各位朋友 晚上好 谢谢 天丛山毗如寺 七十周年庆典 惠律大师弘法文艺大会 现在开始 谢谢 谢谢 欣赏过了 舞蹈水中年 现在我们是要请 本市 主持 慧雄大和尚 上台致谢池 我们请 慧雄大和尚 鼓起芝麻区医员 鼓起芝麻区国务医员 这一次 这一次 我们本市 举办一序列活动 配合 慧雄大师 慧雄大师 来新加坡 主持 弘法大会 同时 应该是七年 我们就要办七十周年了 那我们挪到今年 办这个庆典 开山七十周年 主要 我们佛教有一句话 知恩 报恩 喝水 诗言 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新加坡 一个美丽的宝岛 我们 也要知道 佛教 有了一个繁荣的国家 也逐渐了 兴盛 当然 我们从历史 过去 我们比如是 是一个小的毛童 慢慢发展到 现在 这个堆膜 也成为很多 集市 赴法信众 来 付词 我们想起 过去 开山主师 爱国 爱教 康日 时代 我们 比如是 也做了一个避难所 收容 很多 无意可靠的人 再加上 第二任 第二任 的主持 本道 大和尚 对于 新加坡 开放 那我们 比如是 一个窗口 当时 我们国家 刚刚 都立 来自 海内外 到了新加坡 都是居住在 比如是 我记得 很多先辈 如 元培 老和尚 信仁 老法师 他们 过去 都曾经 再 比如是 有一段 的因缘 那所以 我们 纪念 先辈 为了 我们后代 铺的 这根路 所以 我们 做这个 纪念 身为后辈的人 我们要知恩 要 报恩 当然 一个佛教徒 报恩 要以上求佛报 消耗众生 我们一个人 学佛 是要成佛 我们 做了每一样事情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行动 都要从 学佛的道路 慢慢来 改变自我 所以 上求佛道 同时 学佛的目的 学佛的目的 我们不离开 两个宗旨 如何 承担 众生的苦难 如何 来回会的 世会 如何 来为众生 做更有意义的事 那所以 消化一切众生 今后 我们 秉座 先辈 的精神 为弘扬佛法 进化身心 更努力 同时 今天晚上 我们很荣幸 能够邀请 来自台湾 会礼大师 来主持 这个三天的 讲座 我们 不知道 在末法时代 要清净善知识 是不容易的 有些人 我们 外行 很好 口才 很好 内行 不一定 有正知见 佛教里面 所讲的正知见 就是 每一样的东西 成立 都要有逻辑的 因为 佛教 佛的字 就是物的意思 佛 是大觉悟 大觉者 所以我们 在这个时代 能清净 能闻到 一个善知识 非常有正知 正见的 这个理念 是不容易的 所以 我们今天 诸善善人 既会移住 所有 我们要来听闻佛法的人 一定有这一颗善心 我们才 今天 抱重 一个 希望 我要能够 来听闻佛法 那我们 我们 开始 这个 宣布 佛力大师 要来的时候 这个票 开始放 一个礼拜内 都 放完了 所以 我们可见 知道 佛力大师 他对 新加坡的佛教 以及所有的 心中 对他的 赞扬 对他的 敬扬 我们 说不定 很多人 来 学佛 都是听了 他的 卡带 因为 很多 我们佛教徒 是分了 有三类 一种 是 传统 传统 他们只认识到寺庙去拜 这个叫 封束信仰 一种 就开始 听闻佛法 要了解佛法 要改变自己 要改变自我 第三种 他已经认识了佛法 他应用佛法 在自己的生活 那所以 我们今天晚上 很 很有福报 很庆幸 能够邀请到 佩利大师 他已经 五年 不出来佛法了 由于 他这次出来 我们要珍惜 好的英言 希望 通过今天的网上 我们 卫星自播 全球的人 都能够 听到 他的佛法 最后 我代表 工委会 以及 我们 本市常驻 工驻 大家 法体 六十吉祥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合掌 恭请 惠丽大师 进场入席 祝大家一起送念佛号 祝大家一起送念佛号 祗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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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副祈祷 大佛大师之世之家 无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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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佛大师之家 无理我 大佛大师之世之家 大佛大师之世之家 无理我 大佛大师之世之家 无理我 南无本事释迦摩尼佛 向法师求法自成行三问训礼 以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魏雄大佛上 诸位尊敬的法师 诸位 护法居士大德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来新加坡 世界之啊 我也很热爱 新加坡的佛弟子 以及新加坡的政府 非常的鼎立支持 非常的感谢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 业力的探讨 这个题目呢 以前用台语的 讲过 那么有一些 闽难以听不懂的 希望 希望师父再讲一遍 一遍 借着新加坡 来到大圣佛教讲的更相信 其实两个钟头 没有办法 把业力 讲得很深入 但是 因为这个牵涉到 唯士邪 还有唯戏意识 非常的深奥 不过 我愿意 就我个人所邪 所领悟的 来告诉大家 业力的探讨 首先 业力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佛弟子常常讲 业 这个人业障很重啊 哪个人不嫁 你就偏偏嫁到这样的老公 什么人不娶 你就娶这样的老婆 很不愿意凑在一起 硬是凑在一起 业 线钱 卡住了 业 它就是一种无奈 业 它就是一种不得不 不得不承受的果报 所以 业是什么 我们要先认识清楚 我们做工 有工业 做商 有商业 做医 有一些月 做农 有农业 做善 有善业 做恶 有恶业 做恶 有恶业 做恶业 压得很厉害 修书小事就小业 没事就没有业 这是就一般认识的 简单的一个定义 做工有工业商有商业农业农业 我们父弟子内做商有商业 做二有二业 再来业是什么 业是什么 业力它就是无名 世尊讲 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 我们所有的痛苦 都因为我们无知 对人生 对宇宙 究竟解脱的道理不懂 而我们后天所学的 执着以为是实在的 没办法 很竞争 要生存 生存 就是残酷 你不把对方打倒 你就是考不取大选 你要做大事业 不把对方 拉倒 你站不起来 生命 生存 就是一种很残酷的事实 你不得不生存 你又必须要超越它 这个就是业 它是很复杂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佛弟子讲的 你业障很重啊 也不是这么简单讨论的 佛陀告诉我们 身为一个人 投胎变成人 每一个人 一生一世 所必须做的工作 是什么 四个字 提早觉悟 要提早觉悟 不能等到临命中的时候 随意而转 到临命中的时候 抱着尸体 痛哭 能帮助什么 认识了业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 就很谨记在心 哪个是善 哪个是恶 哪个是该做 哪个是不该做 所以佛华 要你面对现实 面对延祈法 延祈延灭的各种事项 又必须悟到无声 我们要接受业力的考验 又必须在 红尘打滚的业力里面 脱颖而出 变成一个超越的圣人 像世尊这样子的大圣人 这个可要下一番的功夫 无法太难 无名的念头 造成我们无法控制的行为 我们的望远不断 以至执着 在唯世邪里面讲的 着尽以为实在 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境界是实在的 它是低低 确确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佛告诉我们 那是业感延起的假象 那不是真的 佛法很难 它不是语言 语言所不能形容 它不是文字 可是不能离开语言 不能离开文字 它不是现实 它又是要面对现实 它不是任何的像 你有办法形容的 般若妙心 用尽世间 所有的一切语言 都没有办法形容 世尊所证悟的 不声不灭的清净妙心 全世界的语言 英文中文 统统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佛法离开语言像 离开文字像 离开一切新元像 你看这个有多难 你要盖一个体育馆 这个简单 叫一个设计师设计 用一点 用一些波壁 盖一盖 一年不成两年 两年不成三年 几年就可以盖得出来 你可以画画 可以用蓝图 可以马上可以建一个体育馆 佛性是什么 什么通通不是 你画得出来吗 有一个画家 很会画画 来到了师父的讲堂 这个画家有点骄傲 很自护 来到师父的面前 却很谦虚 说师父我是画家 他说你能画什么 他说我最会画的 就是佛像 我说来 你帮我画一画 我的佛性是什么 请你下笔 他一下子认住了 那你画 画我会立法师吗 不可以三四二相 见如来 凡所有相 都是虚妄 画啊 停住了 画给我看看 无形无相 无来无弃 不生不灭 毕竟空极的佛性 你能画得出来吗 我缓难就是难在这个地方 以师父这样智商158 身高也是158 都要搞30年 何况你们诸位大法师 大护法基士 来这边听 2 hours 要想把佛法全部搞懂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绝对不可能 听多少 算多少 没有办法了 好了 什么叫做业力 业力就是强大的吸气 拖着走 你莫可奈何 就是业力 这个业 用这样讲还搞不清楚 我如果用这个茶杯 来泡茶 每天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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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 主位 泡了一年 两年 三年 主位 把这个杯子 把它 这个茶倒掉 再用清水洗一洗 我们还会闻到茶的味道 你体会得出来吗 因为都没有开灯 我也不晓得你们的表情 我就跟辉雄华师 讲 赶快开灯 这里又不是摸摸茶 也搞个昏天暗地 佛教是大放光明 搞个黑暗的 像地义一般 开玩笑 如果我们泡了牛奶 泡了牛奶 我们每天喝牛奶 喝牛奶 这个牛奶喝久了 再把它倒掉 洗一洗 这个杯子就有牛奶的味道 主位 夜夜夜也是这样 我们每天看一件事情 执着 耳朵 听任何的东西 执着 其实 维世协里面讲 都在同一个心灵里面 起波浪 你的眼睛 看一切境界 主位 其实是你的 撞击到 你的内心世界 把眼睛蒙起来 听听声音 人家批评的声音 我不喜欢听 赞叹我的声音 我喜欢听 也是撞击到 我们的内心深处 其实眼睛 其实眼睛跟耳朵不一样 可是 内心的心灵意识感受 是同一种东西 都是心在感受 嘴巴的声音的声音 嘴巴吃甜的 吃香 吃辣的 鼻子 呼吸 香的 臭的 眼额 鼻舌 声意 色身 香味 触发 眼睛 欢迎色发 耳朵听闻 声音 其实六根 六四 一直重复的 向波浪 撞击大海 在《能切经》里面讲 净风 吹四浪 境界的风 一直鼓动 无名的风 一直吹 使我们的心灵 一直没有办法平静 而我们一直执着 我们所拥有的是真实的 我们家 读到博士 我们很有面子 很有face 看到他的儿子 读书很笨 就笑人家 你儿子念哪一般的啊 我儿子念EM3 他就说 你儿子啊 念EM3啊 没有救了 没有救了 说我儿子有补习 去补习 念EM3也是 补习 还是没有救了 瞧不起人家 我儿子念EM1的 很厉害的 是不是 所有的众生 离不开 我们离不开种种的意识形态 所有的众生 都在假象里面 一直转动 从来没有对人生 对宇宙的真理 彻底的觉悟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我是医生 还是你是医生 我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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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